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浩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谭湘文 我们是曼财兄弟 最近我有一个一直想做的一个职业 什么职业 谈判专家 我觉得这个职业还是蛮帅的 通过自己的口才去解救那些人质啊 跟去绑匪对质啊 是个很帅的场景 英雄主义嘛 是是 你可以配合我模拟一下这个场景吗 可以 很简单 我想演一次那个谈判专家 那我演那种劫匪 对 我手上有人质嘛 对对对 好吧 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你们四个别动哦 我手上有枪哦 反正我已经活不了了 知道吧 我到了 我到了 到了 好好 看到了 谁是劫匪的 我是劫匪的 她肯定说了 谁有枪谁是劫匪的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 派人过来了 是吧 有点紧张 是吧 手举反了 知道吧 不要紧张 我是过来帮你的 帮我的 谈判专家 我叫徐浩伦 台湘文 我们是 曼台兄弟 神明吧这是 这里介绍自己干什么 自己干什么东西 我是过来帮你的 方便进一步说话不 不方便 身上带了什么东西没有 我身上就是一些随身的物 你拿着 没有伤 拿着 没东西的 拿着 好 你不要紧张 我拿给你 身份证 身份证 一包烟 方便面 刚上网往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你这么不信 你也是为什么的 还带着什么东西没有 没东西了 我不信 转身 没有了 你转身 真的没有了 你转 看你往下认识你 是吧 你要干什么 你说 我希望你冷静一点 我很冷静 我是过来帮你的 我知道 哪怕你不为自己考虑 你要想想你的父母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的父母只生我不养我 我没有父母 爱人嘞 没有爱人 朋友嘞 没有朋友 笑死了 笑笑笑笑 你尊重我吧 我尊重你 我是希望你冷静一点 我很冷静 我知道你过得不是很好 但要不把人质放了 因为他们也是无辜的 说得好 人质是无辜的 我不是无辜的吗 我想当劫匪吗 我从小没有父母 就被霸凌 小学的时候就在被霸凌 初中的时候孩子被霸凌 高中的时候孩子被霸凌 大学的时候孩子被霸凌 宁静的小村外 有一个笨小孩 出生在霸凌年代 啪啪 干什么 唱得好 你没必要抬墙呢 这是你唱得好的问题吗 你在这里侮辱我的哥哥 绝肥的 出生在霸凌年代呀 你要干什么 我是过来帮你的 是这样 你看可不可以给个机会 就是我把人质给他们换回去 你看可不可以 救他们 对对对 你都来了 给你这个机会 好好好 我们玩一个刺激点的游戏 现在可以玩什么 刺激点 我是那种刺激的游戏啊 桌面上有两把枪 谁先把枪拼出来 抵在对方的脑门上 谁就赢了 那我有个条件 你拼什么有条件了 我是几肥的 这个游戏我可以给你玩 但是我赢了以后 你放个人质走 那肯定啊 你赢的话放四个 我放的还多些 是为什么呢 我都跟你算了 好不好 我跟你说好 我赢了 对不起 小民不保 那我还有个条件 我可以给你玩 我要确保人质的安全 人质是安全的 人质在哪里呢 人质不在这里吗 这里没人的 人质在这里 我要看到人质在这里 四个人都贵的 没有人质 那我就走了 那我就走了 没有人质 我就走了 那我走了 没有办法 在这里没有 在这里 在这里 你拼不拼 我拼拼拼 拼啊 好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谈判专家手挺快呀 谈判专家还练过这个吧 谈判专家拼了把弓箭出来 是为什么呢 你是个神经吧 拿个现代的装备 拼了吧 古代的武器 是 这个我不擅长 不擅长是吧 而且杀手是吧 我知道 你是想比速度嘛 对 你想玩刺激的嘛 比速度是这样 我们玩这个 桌上面有两个烟 我们比谁先把它抽完 你神经吧 你是 好刺激啊 这个游戏 比谁先都肺癌 是吧 在这里 但是我指挥 你就说你敢不敢吗 我怎么不敢 我杰斐 我人质的干嘛 烟不敢抽 来吧 你比速度嘛 三 二 一 老师来了 我几肥 怕什么老实的 那个人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挑战我的 我没有挑战 我知道了 我知道问题 真的哪里了 就是这个东西 我不擅长 你擅长什么嘛 我是谈判专家嘛 你不就是想要人质嘛 对 这样你把人质放了 我当你的人质 不是一样的嘛 哦 你来当我的人质 对对对 你一个人换他们四个人 等下交换 你有什么价值换他们四个人 你能给我什么价值 你抓了几个人质 我今天抓了四个 好厉害 一次性可以抓四个人 不是情绪价值了 大哥 我要什么情绪价值了 我也没什么别的价值了 我截嘴不要情绪价值 那我就这样 我知道了 我是谈判专家 谈判专家 我可以展现我的谈判技巧 可以啊 是这样 你给我个面子 我凭什么给你个面子了 这是什么谈判技巧了 先给你个面子 你是谁了 因为我带了海天有机酱油 三方认证针有机 更健康 我刚才不是收了 算了 你这个酱油是从哪里掏出来的 你别跟我说 哪里掏出来的 你放不放吗 还敢拿走一个 还剩 好 我跟你说 海天有机酱油的面子 我已经给出了 还剩三个 还剩三个是吧 其次还是个腾讯会员 拿走一个 学我干什么 学我就能放走一个是吧 那凭什么呢 我不是说放 你能不能凭你的真本是吧 人质引走啊 好好好 那这样这样嘛 你还有三个人质 三个人质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你是阿拉丁神的 你是满足我三个愿望 一个人质换一个条件 好好好 可以 你是不是有对讲机 有对讲机 你跟他们讲 好好好 先不要开枪 他有自己的条件 他愿意放人质 你可以说你的要求 十点半之前 给我掉一辆直升机过来 十点半之前 给他掉一辆直升飞机过来 走走走 给我搞一个国外的户口 还要凭矿泉水 谁要矿泉水 回来 谁要矿泉水了 国外的户口 跟矿泉水 质数都对不上 知道吧 好好好 你什么意思 你是国外的户口 好 国外的户口 走走走 最后一个条件 最后一个 三百万 这是可能有点多 他不一定会直接答应 那我这三百万 一分不能少 我只能帮你转输 先跟他输 还要四百万新银 还抽成 不是吧 你怎么还抽成呢 你啊 没钱上网了 没钱上网 一百万上网 你怎么开网吧 是什么回事了 你是 好好好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我东西已经给你了 要不把人放了 走走走 你可以拿我 对对 你不要走 在犯罪的道路上 我没走到犯罪 我希望你想 别说废话了 好 再说就崩了 你知道了 想清楚 出去该怎么说 怎么说 好 知道了 不要开箱 我是谭畔专家 我是徐浩轮 他是唐强文 我们是曼彩兄弟 神经病 给了给了 万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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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是有点感动 有点小茧哦 如果是第一个东西 我拿完了 我还是有点开心的 慢财兄弟 锁票通道开启 转过来吧 好了都好了 可以可以 不比了不比了 恭喜 不比了不比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因为每次 你们带来的 精神病一样的演出 总是能够给大家 带来特别特别大的惊喜 对啊 带着所有人一块发疯 太开心了 我觉得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二位看到没有 亮了 亮了 这是罗永浩 拍的第一盏灯 哇塞 这个灯不是坏的 来 我觉得他们当中 任何一个这些观众 任何一个坐这儿 都会这样 因为你不信 一会儿看总分 然后我在网上 看过他们的视频 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想起那句老话 那个巨套的说 一个人神经病一次不难 难得的是一辈子神经病 对 对 他们身上很好的体现了 这种艺术天赋 我非常非常喜欢 谢谢 谢谢 我唯一的担心是 他们也会有所保留这场 结果他们表现得 非常让人舒然体静 值得每一位那些 老一辈艺术家感到羞耻 还有我觉得他们连组合的名字都挺神经病的 他叫曼财兄弟 这个太滑稽了 相当于一个脱口秀演员叫脱口秀男商 特别滑稽的一个名字 从头到尾的神经病 我特别喜欢啊 谢谢谢谢卢老师 谢谢卢老师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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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张雨琪老师刚才笑的都差气了 是 他们就是年轻的原因还是怎么样 就是人家的才华就一直往外秃鲁都秃鲁都不完 然后不是对面老艺术家们 哈哈 别说了 这到底是哪方面的经历不费了你们呢 没有 他们有他们的好 他们有他们的坏法 然后就 一样 他们在那坐 干嘛呢 俩人干嘛呢 真恶心 他们连五脸都是爱心的形状 情投 这是情投 创作这个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其实是在第二个赛段还是第三个赛段的时候弄的 已经有这个本子了 然后再改出来的 对 因为当时是一个雏形 后面慢慢调 其实也花了很长时间 比如说呢 多久 改了半个多月 对 半个多月 就一个多月吧 其实他们的出现之后 我才真正理解了曼菜的好笑 之前有 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重新给我定一个曼菜这种形式 我一直之前其实一直 一直有个问号 没有 不一样 他们是有才华 有的是才华有限 不一样 我真心的觉得就是他能带着一堆就是理智的人 感觉在社会上一定要高行商的这帮人 然后呢 就跟着他们一块耍白痴 一块发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珍贵的一个气场 你就感觉今天和他们演出我就是纯开心 我觉得这一点纯粹的美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哦 还有一个 各位知道吧 我从后台下知道的 咱们这边这位徐先生 他唱歌特别厉害 他在干这个 我不是 我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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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准备好单飞了 是不是 他唱歌特别厉害 不是 他好笑 这辈子我学了别的技能 我们俩 我们俩都喜欢唱歌 其实他会唱得更好一点 他唱歌 但是我听说你是去那种偶像的那种 不是 好 这个 这个要存 这个要存 好 非常高兴 重新回到这里啊 透过秀节目敢请我这个行业明灯来是非常有勇气的 因为大家知道娱乐圈迷信的人比较多 但你们真的是最帅的 你们完全不迷信 你们不怕行业明灯 而且你们的命真的很硬 虽然我和另一个行业明灯同末男已经尽了全力 但还是没弄死你们啊 去年我们还误会以为成功了 我和陌南在北京还小范围庆祝了一下 没想到隔了一年 不但活过来还分裂成了两个节目 好 好 好 今年两边的节目我都看了 透口秀舞台上涌现出了很多古怪的 天才型的精神病一样的选手 很好地证明了那句著名的古话 那些杀不死你的 终将使你变得分裂 今年呢 一些透口秀的老朋友离开了我们 让人非常伤感 另外一些脱口秀的老朋友又回来了 比如张绍刚老师 让人更加地伤感 我们朝着那个熟悉的方向看过去 想起那些消失的面孔 看看张绍刚老师的面孔 想起我们中国人在喜庆欢聚的时候 常说的那句吉祥话 该来的没来 不该来的来了 前面播出的部分呢 我非常喜欢鲁玉老师的表现 因为他真的很懂脱口秀 并且认真做了准备 我这次来本来是想跟他好好交流一下的 结果到了这里 发现他今天不在 我想想鲁玉老师的样子 看看张绍刚老师的样子 想起来我们中国人喜庆欢聚的时候 常说的一句吉祥话 该走的没走 不该走的走了 谢谢 开玩笑的 我非常喜欢张绍刚老师 他第一集的开场秀 大家看了吗 看 讲得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大老师开场前在秀医师跟我说 哎呀你可来了 来来来 他说你上去以后好好损我一通 我好久没录吐槽大会了 这个脱口秀 没有那个吐槽大会过瘾 你上去以后好好损一损我 死鬼 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什么时候舍得说过你一句坏话 哎呦 是一堆坏话 对不对 知道了 知道了 这就是当年我不去 录吐槽大会的真正原因 张雨琪老师好久不见 今天见到你非常高兴 我看节目的时候和现场都这感觉 就是你变得越来越好看了 谢谢 我一直觉得这个节目不能没有你 只要你在 不管节目做得多烂 也没有人敢说这个节目不好看了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横跨脱口秀界和企业界的一位奇男子 我对企业界和脱口秀界都有充分的了解和观察 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说这两个行业的比较 在企业界 谁有钱谁牛叉 但在我们脱口秀界呢 谁穷困潦倒谁才牛叉 否则就失去创作灵感了 所以呢 这就很难受 你看不到一个脱口秀演员会一直牛叉 因为他一牛叉就有了钱 一有钱就不牛叉了 这就是著名的脱口秀牛叉悖论 据我多年的观察呢 在脱口秀界只有广志 哦 广志 广志是唯一一个突破了这个魔咒的 他挣了钱以后一度创作水平也下降了 但是他擅长观察生活和换位思考 通过常年假装穷人 找回了他的创作灵感 这一点 这一点对咱们至上就很难 至上红了以后呢 也想通过假装不红留住那些老粉 但你们知道 不人装就很容易 不张扬就是了 但是红人想装不红是做不到的 黄子涛的生日局阵容暴露了一切 企业家呢 做企业是高风险高回报 做脱口秀大家都知道是高风险低回报 所以企业家是真的热爱金钱 而脱口秀演员是真的热爱这个行业 热爱本职工作 但奇怪的是 企业家总劝人要热爱本职工作 这个实在太奇怪了 在企业界 企业家讲话讲得不好 也会有马屁精鼓掌 但是在脱口秀界 演员讲得不好 就只能失业了 所以陈璐 很早就观察到了这一点 转型做了企业领导 而且他还特别喜欢马屁精 来 我们毫无来由的 给陈璐鼓个掌 骗过啊 站过班的都骗过 所以你比较一下 就是到企业家有多舒服 企业家赚了那么多钱 还都出来做直播带货 别人赚的钱他也眼红 自己赚了那么多钱也出来做 脱口秀演员呢 只有脱口秀实在做不下去 比如去年 才被迫去做带货 今年脱口秀一恢复 去带货的那几位朋友 全回来了 多感人啊 多感人 虽然那个明显比这个挣钱多 最后我想说的是 脱口秀演员这个群体 实在太可爱了 所以我说实话 如果不是还债的压力 我多年以来 一直想转型做一个 全职的脱口秀演员 我一直没做这个全职演员呢 是有比较复杂的原因的 是因为对这个行业的感情太深了 作为一个非常灵验的行业明灯 我一直忍着没有权力地 投入脱口秀行业 就是怕害了你们 就像那些垃圾偶像剧里的男主角 因为得了艾滋病 不敢跟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亲近 这种感天动地的狗血剧情一般的深情 如果我自己不说 谁又知道呢 最后 披露一下导演组请我来的真正目的吧 大家看一下那个台上 发现什么不妥了吗 张绍刚 张雨琪 张伟 而且据我所知 这个节目幕后的一个重要领导也姓张 你敢说这个节目没有黑幕 好 那为什么请我来呢 因为我其实不姓罗 我姓大 我叫大局官 我来了 那上面就有两个姓张 两个姓大的了 好 一个精巧而又拙劣的阴谋论 献给大家 最后的最后 我想说这个节目啊 就像一桌好菜 选手们就是上好的食材 而我们四个 就像海天蚝油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少了我们当然也能做菜 但是不鲜 谢谢大家 我是大局官 谢谢 罗老师这次带着自己的《甄嬛传》第二季 高调回归脱口秀的舞台 而且最近微博名都改了 叫罗永浩扭咕噜 咕噜 扭咕噜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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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是专业博音员出身 怎么能咕噜呢 真的啊 也算是西非回宫 全面黑化 黑化不是指一个好人变坏的过程叫黑化吗 那我为什么要黑化呢 你也知道上高老师Q问题的这个风格 嘎 Lady嘎嘎 呼啦啦 他就是嘎嘎 那个罗老师看了之前的节目 对这次的新演员也有什么期待 希望看到老选手不要放弃 嗯 刚才我说因为挣了钱 所以不好好创作 这也是一半是开玩笑的 一半是真的呀 另外一半是 人有了钱 就没有那么大动力努力创作了 是 所以偶尔 看到一些老选手 还在努力创作的时候 就非常感动 这个是我每年期待看到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年轻一代的 就是每一年都能长出来很多 特别优秀的新选手 这个是我更大的期待 每次看到都特别高兴 谢谢 卢老师这次拍灯的标准呢 拍灯标准还是大局观吧 还是大局观 对 因为鲁玉老师在的时候 我就敢瞎拍 这两位老师都比较率性 所以我可能还是得稳一点 要稳一点 对对对 好 各位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赛段的规则啊 经过上一赛段 成功拿到报效圈入场圈的五位选手 在本赛段中不产生淘汰 根据其余13位选手投票 你最期待的两人PK组结果排名 首先产生一个两人PK组 剩余落单的选手 自动成为一个三人PK组 两个PK组各产生一个第一名 其中分数最高的选手 意味强跑成功 优先进入总决赛 其余四位自动归位报效圈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 报效圈的选手们登场了 这一次的分组各位 世纪对决 充满看点 第一组 过去是门当户对的CP 如今貌合神离 渐行渐远 让我们欢迎 今天将正面对决的 曾经的 广岛之恋 何广志 徐志盛 二组也很刺激 吃个三人PK 让我们有请面临内斗的 哈哈曹和半才兄弟 以及夹在他们中间的KID 大节目对于是 大家估计 大节目指定的 好 哇ー 好 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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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透过 你们PK过 哎呀 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 可以提 可以提 那场我赢了 那场可以 记得这么辛苦啊 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 今天我会再次输给你的 作为曾经的CP今天的对手 而且要打头阵 有什么话想要跟对方说吗 对方说呀 来放音乐 我俩无话可说了 因为我俩这个PK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 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家还是这么喜欢看咱俩 人家这谁闹的 哎呦 哎 你看广顺那个腿 多害羞的腿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 哎呀 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想想 Hit加在这个长沙团队里面 感受如何 没什么感觉嘞 口音都已经变了 Hit你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了 没有吧 张老师 没有啊 你老和小家在一块的时候 不是这么说话 给我挖坑 是不是给我挖坑 慢台讲讲一下 没Q呢 那还有Q 朋友直接Q过来了 就来讲讲 好嘞好嘞 我希望大家就能开心就好了 因为的确大家都是很强的选手 包括在座的都是很厉害的选手 对 加油 你小小的说话挺圆滑的 就希望大家努力加油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 一看就是社会上吃火灰 可以 可以 对于所有的脱偶秀演员来说 今天是一场硬仗 除了现场的朋友 还有一些 在前面的赛段 已经和大家说过再见的脱偶秀的朋友们 今天也来现场 给这些要表演的朋友打起加油 让我们欢迎各位 哈喽 最后我们还要欢迎全国各地俱乐部的主理人 欢迎各位 各位 我们马上要开始的是 总决赛的抢跑赛 第一位要上场的是 本组里面 我特别有期待的 同时也是这个组合里面 相对比较素的那位 掌声欢迎 何广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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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广志 刚刚罗老师说我一直在装穷嘛 那今儿就给大家聊一聊 那个赚到钱的生活 好 其实我来上海也很多年了嘛 还是有些不适应呢 就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好意思 享受别人带给我的服务 就包括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太好意思叫那个保洁阿姨 上门打扫卫生 因为我是这种心态 我觉得家里只有一点点乱的时候 这没有必要叫 等再过几天 这不好意思叫了 虽然不爱干净 但是要脸 就有些实在是扛不住了 厚着脸皮叫了个保洁阿姨 就那天家里乱到什么程度 那个阿姨进门之后 第一句话是鼓励自己 我可以的 整的我特别不好意思 我说阿姨这个屋里确实有些太脏了 要不您就不用带鞋套了 您直接进来就行 阿姨说不不不我得带 因为我这双是个新鞋 阿姨进来之后 就反复确认两件事 就小伙子 这里住的真的就你一个人吗 那今天来的真的就我一个人吗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乱呀 他都不是说我喝醉了吐了 你感觉是衣柜喝醉了吐了 那个衣服在沙发上都堆成山了 就你们的乱动 我裤子哪去了 我裤子到处都是 经常找不到沙发 但那个阿姨还是很专业啊 就按我说小伙子你放心 阿姨就是干这个的 你就看着 我就先收拾这个最乱的杂物间 我说阿姨这个是主卧 那主卧为什么没有床呀 我说阿姨你先收拾 一会儿就有了 太真实了 这个太真实了 家里特别乱的时候 家里特别乱的时候 我就很害怕遇到那种 没有边界感的阿姨 就我觉得你打扫卫生的时候 遇到问题 你直接解决就行了 你别老点破它 扫着扫着地 小伙子 这个袜子两周没有洗了吧 这个床底下的破洞内裤 是要是不要呀 他虽然拿了一堆的工具 但我感觉他一直在用我的颜面扫地 擦洗衣机 小伙子 这里边有个毛衣都发霉了 看着可不像刚放进去的 侦探型的保洁 一下就慌了 我赶紧解释 我说阿姨 我上次出差太着急了 我现在不敢了 另外阿姨我想你坦白 那个席记里面 那个不是毛衣 那个是秋衣长毛了 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好评 我现在就写 唐阿姨 经验丰富 心思缜密 直言不讳 令人不适 果然后来阿姨 就再也没过来我家 再也没过来我家 我觉得可能是阿姨 不想挣这个脏钱了 还有些阿姨 她会让我加她微信 说下次保洁不用走平台 直接微信联系她 我隐喻地觉得 这种行为是不合规的 但我觉得 大家都是给平台打工 也不容易 就不好意思拒绝 现在就是加了好多阿姨的微信 通讯录里面 张阿姨 王阿姨 李阿姨 再这样下去 我都快干成平台了 然后后来阿姨她会随手要好评 不要的话我确实也不会给 因为那个评价系统 实在是太复杂了 就你要先点上四个五星 然后上传图片 然后提交 提交失败 好评必须超过十五个字 就这十五个字的好评 对我来讲有点太难凑了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夸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哈哈哈哈 但我如果在一个家福平台上 给一个保洁阿姨 评十五个哈 这平台也很纳闷 这打扫的这么全面吗 这连隔着窝也打扫了呀 好评还有上限是两百字 我觉得根本不用设限 谁会给保洁阿姨写两百字的好评 我不是说阿姨不配啊 而是你要有那个时间跟精力的话 为什么不自己把房间给收拾了 而且阿姨你先干个啥都需要好评 你出门看个演出 打个车 吃个饭 五花八门 有时候我现在自己写着写着好评 我脑子都错乱了 我说这个阿姨认真负责 工具齐全 没有绕路 现场炸飞了 对阿姨这个盘子刷的真的是YYDS 期待阿姨二刷 但一般他们要好评外都会给 但很傻的是 有一回我给了好评之后 天花乱坠 把阿姨都夸上天了 结果我点完那个提交之后 平台弹出了一个选项 就是阿姨刚才是否跟你索要好评 看到这个选项 我就我的智商和人格都受到了侮辱 这一来一回测试我的人性呢 我是个什么人 我前面刚看完 这个阿姨认真负责 工具齐全 热情主动 那阿姨给你要好评了吗 要了 会有人点那个是吗 我看到那个选项之后 我只会跟阿姨共情 就她之前是保洁阿姨 现在是我的阶级兄弟 就我怎么可能出卖阿姨呢 最主要的是平台 一点好处也不给 但凡给我50块钱优惠券 我也会犹豫一下 然后把阿姨卖了 就我给阿姨好评 阿姨至少能谢谢我 我如果打阿姨的小报告给平台 平台她能给我啥 她会谢谢我吗 她如果谢谢我的话 我只会更加难受 谢谢你的反馈 奢侈阿姨我们已经辞退了 她明天就回老家了 祝您今晚睡个好觉 晚安 我能安得了吗 我感觉晚上睡觉做梦 都是阿姨在我们家擦窗户 你知道 小伙子你这屋里有脏东西呀 但其实我能理解 为什么会有各种餐厅阿姨 会给你要好评 因为别人都要 你不要的话你就落后了嘛 对吧 就我说这个话啥意思呢 我希望大家看完今天的演出 可以回去发个report 夸一下我 15个字以上啊 但是记得千万不要说是我要的 谢谢你们蒋生多 统治的锁票通道开启 我们暂时先不公布广治的票数 要等到和广治PK的朋友 表演完了之后 我们一起来公布票数 好吧 我先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我是有任务的 我是要负责大局官的 所以 就我还忍住没拍 虽然我个人感情上你是 中国脱口秀界我最喜欢的 Top3之一 谢谢罗老师 谢谢罗老师 罗老师这句话就够了 不用拍灯 够了够了 不我还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我觉得他今天那个脚本 是创作的很精巧的 那是 对 我没拍灯的原因是 我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上来 好像有一点点节奏不太对 其实因为今天罗老师来 我真的特别的激动 我是从上面跑下来的 然后站到这之后 我的心跳就有点加快 其实 你确定干扰你的是我不是至上吗 对啊 而且你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是 什么感觉就是心如止水吗 就是 就是我们在这陪了你这么多心 你看到我都不激动的 你看到罗老师激动了 不是罗老师好 咱是家人 罗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嘛 咱都是家人嘛 你讲的时候没有做到平常心 对 想到罗老师在面前炫耀一下 炫耀一下 但是就不平常心了 我觉得 对对对是这样 太想炫耀了有点 当晚我在 他听他甚至说阿姨平台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当时我乐版天色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歌特别适合阿姨平台 是一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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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进你们家一头 阿姨说你们家有没有好用一点的那个蹲步啊 你说没有 他说阿姨大叔 阿姨邀 那个更巧妙 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 广志每回就是那种 金鱼来 鱼缸的游泳也能行风作浪 就是他能一点点掏出来 特别特别多好玩的事情 广志这个文本我特别喜欢 发现生活 感觉生活 透视生活 把它变成 优秀的脱口秀 来跟大家分享 再次感谢广志 给我们带来的表演 下一位选手上来之后 我们再看分 广志先休息 是 那么下面这位